孩子是家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明天,是民族的未来,孩子的健康,孩子的智力水平,孩子的人格直接影响和决定家族,国家民族未来的命运 1.我们的孩子单前的状况 1.近5年来,从临床和教育机构反映的情况来看,下落问题在婴幼儿成长过程中成竹年上升的趋势 1.多动症2自闭症3厌食症4肥胖症5牙齿遗损6级注册Y,骨折一发生7,高度近是8000代谢 3.离吸收不平衡9学习力,专注力,记忆率相关问题时免疫代谢相关疾病 2.从遗传基因检验的结果来看,10%到35的婴幼儿普遍存在下落肌肉学现问题 1.第6,第12,月翻白吸收不平衡,二级注册Y,骨折一发生,牙齿一发生,高度近是一发生,4000代谢 5.感,零吸收代谢不平衡,6.多动症7抑郁症,自闭症8性早熟9 运动损生修复,运动疲劳恢复等10,09损伤11,吸烟损伤12,单层讯肥胖10,灾心脑腺疾病14,肝肾疾病15,DNA损生修复16,免疫代素类疾病 每种上述问题都在有形与无形中严重影响,因幼儿健康成长极致力发育,同时还会影响他们未来的职业和事业 2.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经过科学界大量研究发现,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饮食内容营养结构的改变 1.现在我们吃的大量蔬菜是人工肝重,缺少光合作用的过程,使得大量蔬菜失去了植物液酸 食物中失去液酸会导致人类容易产生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脂肪肝,瓶血等疾病基因缺陷 2.土土盆栽的植物,由于农药无法分解,室内空气没有与宇宙自然空气链接,植物缺少自然光合作用的过程,植物的营养元素中缺少液酸,维收素费,因为缺少这两种营养元素,会直接导致女性生理系统多种疾病的发生,男性前列腺等疾病的发生,及新生婴儿遗传相关基因缺陷 3.因为饮食内容营养结构的变化,造成现在大量孕妇缺少从食物中获得液酸,需要在孕期补出液酸,这也是人类基因开始蜕变的一个反应,因为通过遗传基因减碎发现,现在至少超过15%以上的婴儿有液酸吸收不平衡的基因缺陷问题存在 2.现在人类已经很少接触到自然的阳光和自然的光线长期处在空调环境中,身体会缺少维生素DL2 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孩子难以吸收盖,维生素A,D,使得20%以上的婴幼儿有几度侧弯,骨折亦发生,牙齿易损的问题,同时,也会导致孩子近视义发生,抑郁症易发生,肥胖症及记忆率缺陷等情况发生 3.目前我们饮食中的米,面等食物不仅是添加工,同时,还添加了过去食物里所没有的增白剂,防腐剂,导致了食物严重缺乏维生素B族 1.维生素B6是分解毒物的,体内B6的缺乏与否直接与一个人的毒物激活,毒物代谢能力有关,B6开运身体所有细胞的代谢 如果身体缺少B6,会直接与人的负面情绪关联,如抑郁症、自闭症、冲动性基因、狂躁症、肿瘤等直接与体内缺少B6有直接关系 2.维生素B1是其给人体神经系统传递营养的作用 体内B1的缺乏会使得很多人身体出现肿坏、硬化、白天风、女性的小夜更生、身体伤疤不容易好等,使得BNA的修复功能受到影响 3.维生素B2是对身体体酸碱减准作用的 假如一个准妈妈或孕妈妈,处在严重酸碱不平衡的状态下,就会出现系列女性妇科炎症,从而直接影响了宝宝的生肽环境 4.维孕药的不断使用,也会对下一代的生理发育造成一定影响 5.90年代后在中国日益盛行的偷妇产对婴儿的健康成长,极致力发育的影响 1.妈妈分娩生产疼痛的过程,也是唤醒胎儿神经功能和宝宝共同努力来到世界的过程 剖腹产的宝宝先天缺少了人生努力奋斗的第一课 没有和妈妈共同努力经过到挤压出生的宝宝,出现皮肤敏感,恐高症等情况的概率就比自然顺产的宝宝高 人类没有一个完整进化的过程,就不能产生一个完整的,各方面发育完好的人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没经过产到刺激掉的孩子,卖是不通畅的,发育是不够成熟的 2.抛腹产的三个环节运数前,麻醉的过程,没有人能确切地证明它对新生儿的影响有多大 但毫无疑问影响一定是有的,因为自然生产的宝宝来到世界时,都是高声哭喊着来的 而抛腹产的宝宝大多是睡着来到世界的 2.抛腹产后,当麻醉药效果后,指红针的使用,使得宝宝来到世界吃的第一口满是含有药物的奶 所以很多和互产的宝宝会吐奶,而这种含有药物的奶,对宝宝的品味功能来讲是有一定影响的 3.抛腹产素的使用,使许多新生而不吃妈妈的奶做吃后吐奶 导致妈妈生殖系统的毒素无法通过淋巴转换成次让孩子生长激素 这样不仅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同时,这些在妈妈身体中继续发育的激素,不能通过淋巴转换成奶水潜流在妈妈体内 会引起产后妈妈子宫、短肠、乳腺等一系列生理系统疾病 6.生活环境的改变汽车、电视、电脑、电话等 这些现代化不具文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使得我们生活的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 这些污染是隐性的,却是不容忽视的 3.解决的途径综上所述 我们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环境空间中,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先天遗传基因缺陷 这些缺陷在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因为无知而引爆疾病,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么,如何有效而又有针对性地预防这些缺陷的基因表达爆发疾病 保证我们的孩子推避健康风险,发挥优势特长呢? 1.通过检测,准确地了解孩子先天遗传的生命特点 提前预知我们需要为孩子弥补的健康做事和能够帮助孩子发挥的生命优势 2.在养育上,根据我们已知的生命资讯 针对孩子的生命特点提前有针对性的弥补 5.修复弱势,利用中国五千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及补圣先贤的智慧 帮助孩子修复弱势基因,随比特势发挥优势 3.引进国际新进的应幼儿课程体系 最大化的帮助孩子发挥优势弥补弱势,快乐存在 4.在教育上,设置系列针对孩子不同身体体质特性课中的课程 5.针对检测出有高风险基因缺陷的婴幼儿,我们提供相应改善修复指导 元黄基因欢迎各位同仁携手共进 效果我们的孩子们,祝福我们的后代拥有健康的身体 辉黄的事业,幸福美满的人生 您算了,是想加薚丝的女准备 帮助,原地理学统 为师挥勿 GateQ